人为欢迎来到这里 我经常讲 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美国是一个彻底意义上的孤家寡人 什么意思 咱们清楚 美国上百年来都是两党政治 你是共和党 我是民主党 选总统的时候 起码我这个候选人是能够代表一个党派的意志 而今天特朗普不单得不到民主党的支持 他跟很多共和党上层都已经闹掰了 前两天我们就说了 特朗普总统 人家把小布什前总统的画像都移出了白宫重要房间 挪到了一个冷宫之中 你说你挪个克林顿 你说你不让奥巴马画像进来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小布什总统 那可是你本党的前总统 那是你的前辈 但是朗普总统就是连小布什都看不上 不光是他看不上共和党的建制派 共和党的建制派 今天也很不满特朗普总统 我们举个例子 前两天很多共和党的选民收到了一封筹款邮件 咱们以前聊过 这个美国大选你是要花钱的 候选人也好 党也好 你是要跟你的选民 你的支持者讨钱的 你钱进来了 你才有钱组织选举 打广告 所以筹款邮件是很稀从平常的 只不过这一次 发自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邮件 人家是这么写的 非常感谢你支持我们共和党 现在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们这边推出了一套纪念币 两枚 一枚上面刻的是特朗普总统的头像 另一枚上面刻的是旅根前总统的头像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一方面今年要大选了 而且同时 今年还是旅根当选总统40周年纪念 你们知道吗 旅根总统和特朗普总统 人家可是好兄弟 特朗普总统一直念字在字的就是 几十年前他跟旅根见过面 跟旅根握过手拍过照片 他一生以旅根为偶像 这就相当于克林顿当年就常念的 说他十八九岁的时候 有幸见过肯尼迪总统 跟肯尼迪也留过照片 是的 在特朗普心中 一直是以旅根为师的 所以这一次去筹款 也跟选民讲 说你看我这次印的这套纪念币 你要是给我捐个几十美元 你就有可能得到这套纪念币 然而这个邮件刚刚发出不久 有一个组织人家不满意了 人家致信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什么组织呢 旅根基金会 旅根基金会 人家拥有旅根及其配偶 南西旅根全部的肖像权 人家说了 你凭什么不经我许可 你就打着旅根的名义去筹款 我不同意 你现在必须把这撤回 你如果不撤回 我对你就要有法律诉讼 这封邮件搞得共和党 搞得特朗普非常尴尬 没办法 只能马上宣布 把这个筹款邮件撤回 我们不打这旅根的旗号了 以往说实话 旅根基金会 跟特朗普关系还是不错的 前几个月 特朗普的大儿子和大儿媳 还帮旅根基金会 搞过筹款呢 而且特朗普一直 对旅根赞誉有加 特朗普一直跟美国老百姓讲 我可能就是旅根第二 你看我跟旅根有着 非常相似的出身背景 我们都是平民干过演员 来当总统的 但是最近几个月 特朗普的名声实在是太坏了 不单是民主党人讨厌他 有大把的共和党上层 人家也讨厌他 因此旅根基金会 是担心惹火上沉的 你看你一个只有三个月 任期的总统了 能不能选上不一定了 你现在就是三日经兆 没有多少蹦的时间了 而且你名声这么坏 你现在打着旅根的名义去筹款 会不会有人因为讨厌你 所以连带旅根也讨厌上呢 因此当这封邮件刚刚发出之后 人家就马上措辞严厉的 要求特朗普 你不可以再借用旅根的名义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请不吝点赵旅根本质 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